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皮友 這條影片是拍什麼呢 拍這個 這是 Freestyle Labor 這粒東西 這粒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用來檢查血糖的 上次我在直播也有說過 就是這粒 這粒白色這粒 我這粒是我老闆幫我打下去的 因為他也有糖尿病 他在用這粒 他覺得非常之好用 他就推介給我 他說用這粒好過你刺手指 因為拍了之後 就無限用手機去刺 怎樣刺呢 就在用這裡旁邊 這裡有一個app叫labellink 就用這個app 這樣呢 就怎樣刺呢 就是這樣 你按偵測那個按鈕 然後按鈕 OK 現在我這一刻有8.4 現在我這一刻 血糖指數是8.4 這樣 那這個 他這部機的好處就是 你無限的 就是 那不用 如果你想 想 很清楚自己的血糖 那個走勢 那用這一粒 就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你方便的東西 這麼方便的東西 這麼好用的東西 當然是會貴的 那一粒呢 一粒呢 一粒呢 就五百多元 就是正常價錢 是五百二十元 不過可能你去外面找些藥房 可能會便宜 三兩十元 一粒這樣 那一粒可以用多久呢 用十四日 就是這一粒 拍了下手之後 十四日 才是無效的 那大家看到這裡 那他告訴我 這粒東西 還有十二個小時之後 就無效的了 就要換的了 那這樣 就不可以再用了 在最底這裡 最底這個位置 大家看看 那個APP會告訴你 你夠時間要換的了 那 所以呢 我就 因為覺得非常之好 在我 這一段時間 這個初期 糖尿病 就是知道 剛剛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就很想知道 有時候有些什麼 吃得 有些什麼不能吃 這樣 那你一吃完之後 跟著你就 你就 隔 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又刮一下 一個小時又刮一下 那你就可以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 自己的 血糖的走勢是怎樣 他好像買股票一樣 這個就是我今天 今天的血糖的走勢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血糖走勢 從昨晚的凌晨12點 直到現在這一刻 現在就是凌晨12點 就是過去24小時 那個血糖走勢 那 大家看到 其實我早上 6點多鐘 那時候 血糖是最低的 那 中間 又上過11 上過11個位 大約是11 10點多 那個就是午餐吃完飯 那我午餐廳 今天吃了什麼呢 吃了 雞扒 腸仔 耳粉 這樣 通常吃完 那你有澱粉質 就上硬了 這樣 就 但是上到11 那就不是說 就是對我 我來講 如果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常之高 一吃完就飆高 但他飆高 一個多兩個小時 他就會掉下來 這樣 那 跑完 今天跑完步 反而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降到 可能今天跑得太短時間 我今天跑了半個小時 因為 走了去送外賣 不夠時間跑步 所以就跑得少了一點 只是跑了半個小時 結果 血糖就沒有降下來 那 晚上 9點鐘 就升到9點多 應該是吃完晚飯的吸收 所以我8點多吃飯 9點多 就升到9點多 那 剛才 剛才 又再下跌下來8 大家看到大約10點 下跌下來8 然後又上了一點點 因為我吃了半包薯片 因為我吃了半包薯片 然後就上了一點點 那包薯片 就是零糖 那包 那個標籤是零的 零糖 這樣就可以看到 這樣就螢幕很緊 去螢幕處自己的血糖 知道自己做過什麼 那 還有 你可以看每天的圖表 這就是今天 9月9日 9月9日 今天 今天 你可以按一下 這個是昨天的 昨天曾經上過12 昨天曾經上過12 我這一刻上12 我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他這一刻上12 是下午5點鐘 下午5點鐘上12 那 我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上12 我是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所以 我真的要去問醫生 因為 多得有這顆東西 我知道自己 有一下曾經上過12 有一下曾經上過12 然後呢 然後呢 一下子就回到6 回到6 那個位置應該是我跑步的 跑步所以跌回 那 他5點鐘上12 我又沒有下班 我沒有在公司 又沒有吃過東西 為什麼會上12 那就是 全靠這顆東西 就會知道 曾經有一刻飆上去 那我就覺得 有些疑惑 有些憂慮 那所以呢 我就是因為 用了這顆東西之後 我發現 突然間自己無緣無故飆上去 應該去請教一下醫生 為什麼會這樣 還有 是不是應該 看到他的相片 就吃這個 就是吃藥 還是怎樣呢 所以我就 預約了 接下來星期六 我就會去看醫生 拿來這些圖表 拿來這些數據 給醫生看 為什麼我這個位置 突然這樣呢 是不是有什麼原因 還是什麼 請教一下醫生 我應該怎麼做呢 還是不用理他呢 接著呢 9月7號那天 大家看到 10 上對13 有一下 就是晚上9點鐘 那時上對13 是不是 因為呢 我8點半的時候 吃了半碗飯 不是半碗飯 不是半碗飯 我很想試一下吃飯 是會怎樣 所以 這個我知道 我因為太久沒有吃飯 我想知道 如果我吃飯 會飆到多少 你看到 這裏 9月7號那一晚 凌晨那時 無端端 這樣 上來 我經常覺得 這些究竟是什麼 接下去 接下去 超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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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凌晨 沒有吃過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突然突然 飆上去 又是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我也是想 所以就要請教一下醫生 好啦 這樣呢 好 再奪一下 先不要浪費 哈哈哈哈 再奪一下 看看說完多少 8點3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裏分小了 最近這兩個小時 最近這兩個小時 那個走勢 這樣 那我 這一刻 其實 就要換 這顆東西 要換 那 其實可以明天下午 才換 還有12個小時 其實可以舔完 那12個小時 哈哈 真的到最後那一小時 才換都可以 那可以省一點 不過我為了拍片 就早12個小時 換 還有呢 我不知道怎麼 我老闆說 我老闆跟我說 就這樣拔出來就可以了 就這樣拔出來就可以了 好 就拔了出來 那 有個印在 大家看看 近看有支針 那支針 就插在手上 那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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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有些晶片 有些晶片 都可以 好了 那 就 想不到我 想不到我今天的開箱片 是開這 開這顆東西 都算是一個開箱片 對不對 那來啊 來啊 開這顆東西 FREE STYLE LABOUR 這顆東西 來啊 來啊 那先看看 上次呢 上次呢 上次我這 這一顆呢 就是我老闆幫我弄的 我就沒有理過 他就幫我弄好了 然後呢 就 手出去 這樣就拔東西 就打了我手上 那我先看看說明 現在要 打在左手 或者右手 這個 後面這個位置 是最好的 就是 做在這個位置 拜拜肉 拜拜肉 那個位置 是最好的 這樣 這樣 好 叫我先用火酒 清潔了手 後面 他有沒有附送 哇 有這個東西 有這個東西 很厲害 有這個 這個 有這個 這樣的器皿 不知道是怎樣的 然後 還有 兩張火酒 紙巾 這個盒子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OK 好了 他叫我先清潔了手 先拿點火酒 火酒的紙巾 我先把手 抹乾淨 我都照用他的那塊 再抹多一次 這樣就 我 抹高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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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 拜拜肉 拜拜肉 這裡 抹乾淨 這個位置 嘩 他那張紙巾的酒精很厲害 抹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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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叫我打開這個 這個 這個 抹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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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拿這個 拿這個 這個 出來抹乾淨 哦 哦 大力一點 抹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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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第四個步驟 就把這個 把這個 插到這個 對 這裡有條 邊 這裡有條 邊 對回這條 邊 這樣 插下去 OK 然後 抹乾淨 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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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抹乾淨 上來 OK 抹乾淨 插下去 插下去就可以了 看看 拜拜肉 這裡 這裡 拜拜肉 看到針 這裡已經有針 有針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 看到嗎 應該看到一點 有針 剛剛沒有針 那針 應該在這個 兜兜上面 黏在上面 這個位置 那現在這個 其實我自己拍有點害怕 自己拍有點害怕 自己拍有點害怕 這裡 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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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不痛 OK 好 好了 接著 好 可以 掃描完成 好了 他說找到新的監測器 啟動新的監測器 將 結束當前陣在使用監測器 問我是不是 那我就說是 這樣 接著 就 好了 再掃描 好 好 好 OK 掃描完成 這個新的監測器 就可以在60分鐘後 再使用 即是 它每 打到手後 是要60分鐘後 才可以正式啟動 現在就要等60分鐘之後再掃 這樣 流程就是這樣 這顆 應該是可以幫到 幫到我 是幫到我很多 即是說真的 其實我全靠這顆 才知道自己 哪一刻 突然間 哪一刻 彈上去 我吃完什麼 它會彈上去 做完運動 它有沒有跌下來 這樣 這樣 這樣可以令到自己很清楚 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可以 OK 這樣 這條 也算是開箱片 哈哈 這條也算是開箱片 這樣 好了 如果你是真的 糖尿病的病人 那 希望我介紹這件事 多一個選擇 我自己用了14天 就覺得 真的非常好用 所以我自己 就自己 暗河包買 第一顆就是我老闆 贊助我的 就是這顆 這個印 這顆就是我自己 暗河包買的 這樣 短期內 我想我也會用這個 這個 應該 這個 比較少用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 為什麼我會少用這個 反而這個 這麼貴 你也會用這個 因為其實 它真的可以24小時 看著 我在初期 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有需要 很了解自己的病情 真的 我想知道 多一點 想知道多一點 我每一分 就是無時無刻 都想知道自己 究竟我的血糖 我走了 是怎樣 要注意些什麼 到我 那個病 真的很轉 很轉 很轉下來 很穩定 那我就 不用每天都 檢查這麼多次 如果不用每天都檢查這麼多次 我可能就會 不用再 不用再用這顆 只用回這個 早上檢查一次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 如果 我計算那條數 我計算那條數 如果我一天 奪五下 奪五下 就已經 跟這個差不多價錢 因為其實 這部 這部 其實 這部機 其實是要買 Test Paper 摘針 針是用完即器的 每一次 砍一下之後 就要轉換另一支 針要錢 Test Paper 要錢 所以其實 我計算 只要我每天 奪五下 就跟這個 是相同價錢 哈哈哈哈 就跟這個相同價錢 除非我每天 只是 弄一下 或者 弄兩下 早起床一下 空科 然後晚上 飯後一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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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 化算 一點 就沒有那麼貴 但是 在我這個初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 就 我覺得 這個 反而 反而 會經濟一點 便宜一點 因為我 所得 集得的數據 會比較多些 這樣 這樣 我 都會 之前 有觀眾說 跑步片 什麼時候有 星期六再找個地方跑步 然後 看完身 找個地方跑步 然後再跟大家 說一說 醫生跟我說過什麼 這條片 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 給我一個like 希望大家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 這樣 拜拜 我會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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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